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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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征前 从卧龙那边不识传来 余震 泥石流 飞石伤人 山体滑坡等不利消息 在出征仪式上 校党委副书记毫不隐瞒地说出了对此行的担忧 我觉得你们准备是做得很充分的 但是昨天晚上我和朱老师回去又看到新的消息 多江业有四连几级的地震 重庆和江西的西部都有暴雨承载发生一世流 这个人的心呢是在一阵一阵地发起 我反过来如果是我们这次出去 碰到一点点什么小的意外 形象实在是担不起这个责任 校领导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 但是并不支持 可是校领导的冷水并没有浇灭同学们科考的热情 队长李黄还是郑重地从校领导手里接过了出征的围起 8月6号按照既定的计划 科考队登上了西区的列车 现在是8月8号早上7点51分 我们等时到达了成都 从最前方消息来说 亚安那边又发现 汉原发现山体坦塌的现象 阻断了大毒和造成一死死重伤 现在我们还在实时关注当地电视台的报道 实时关注当地的情况来随时改变形成 在合肥 科考队已经做好了五套预案 其中一条就是为了万一因为地质不稳定 而不能进入卧龙而改变形成 那另外一条在北川方向 以及在都江宴的北部都有考察的内容 计划很有可能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那么科考队能否顺利地抵达卧龙呢 就在大家心情忐忑的时候 提前派去打前站的同学 带回了好消息 这几天卧龙里头是没有下雨的 路况很好 它在亚安那个方向 亚安 估计一会我要给亚安那个逼风侠基地 然后确认一下 按照既定计划 当天科考队员在成都火车站分为两组 一组继续奔赴卧龙 对野生大熊猫进行考察 另外一组能去亚安 对大熊猫养殖基地的大熊猫进行考察 我们的记者跟随卧龙组当天来到了都江燕 在都江燕队伍一面修整 一面补充给养 第二天一早 队员们早早起来收拾好形状 从卧龙到都江燕的路途 在地震以后一直地质不稳定 为了安全 交通部门取消了班车 队员们只得租用当地的民用车辆前往卧龙 为了安全 可考队给每个队员配备了安全帽 以防飞时地袭击 到了早上八点多钟 队员们终于见到了 从卧龙联系好来迎接队员的两部车子 现在进去的人可多啊 到卧龙去的人 现在进去的只是找修简的 找修忙碌的 修这都不行修算的 里面可有危险性啊 一路上董师傅非常小心 前段时间因为大雨 这条从都江燕到卧龙的公路 已经发生多次泥石流和飞时商人事件 路况极差 当车进入了应秀路段 队员们的心开始悬了起来 这里的路边到处都是飞时的警示标志 路边地震损坏的房屋随处可见 地震的痕迹清晰可见 现在进入应秀到耿南路段 属于飞时路段 比较危险 再往前 道路更加惊险 公路两边的山峰 经常可以看到塌方的痕迹 而且道路上有很多的飞时仍旧没有来得及清楚 横更在道路上 其中有块巨石因为被刻上文字 成了汶川地震的一次悲壮事件的纪念碑 从明显过来 您说了七个商人 加上他们的五个人 还有三个民族 还有十多个人 又有飞机高空的气候 提着电话 都看不到 飞机失事 飞机失事在哪个地方失事 就在那个山峰面山上 黑院 在公共空间 大概多时还要走 就远天的点 地震前一个小时的路程 队员们用了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 才到达了卧楼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要飞得更高 吃饭真心奔放 迎着舞蹈